地上的列国你们好 很开心能够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现在正活在一同享受圣宴的时刻不是吗 神荣耀的日子显现照耀整个世界 那金黄色的荣耀光辉是如此美丽 我想要读给你们听 一段经文是关于神渴望他的心腹能够走在一起 从你内里最深处所涌流的是我丰满的灵 永远能使你满足 在你的子宫中要生出一个丰盛的麦子 他们是你传授的纯净养育出来的儿女们 对何一来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也是何一可能可以发生的方式 就是我们一起来到主圣餐的桌旁 酒和五角饼等着我们来领用 神在以西节书对以西节说 吃着书卷 在启示录第十章中对约翰也说 吃着书卷 你吃了以后肚子会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要舔如蜜 然后你会转身对列国传讲 对在列国中的子民说话 你所吃的会说的会是你所吃的 神在启示录第三章中说 看啊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在这盛宴的时刻 让我们来到主的桌前 与主一同享用 那我们来到这种方式会发生的 想法 这种方式会发生的